我真的要崩溃啊 我最后会娶了一个原家媳妇 回一趟娘家实在是太不容易啊 说好的这两天开始跟我回婆婆家 结果丈母娘不知道跟她女儿说了啥 突然又反悔啊 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自从我们准备开始回去之前 有很多朋友跟美侠我俩讲 丈母娘一个人不容易 在家实在太孤独啊 太可怜了 让我们再多待一段时间 其实啊我也理解 毕竟啊我们都成家啊 双方的家庭啊都得兼顾 不可能说女儿女婿一直住在娘家 这样的话真的不好 况且以后我们还会回来 又不是说以后就不相见啊 这一次啊 我准备再跟美侠跟丈母娘谈一下 我回家的决心已定 谁两路拦不住 有很多人还讲 你自己回去 把媳妇孩子留在这边 我听到这样的话 完全就是崩溃啊 来的时候我带着怀孕的老婆回来了 结果现在宝宝就出生了 回家的时候带不回去了 那我亲戚邻居 对吧 该咋想我呀 他们会不会以为啊 老婆跑不跟我 是不是真的非常难 有的人还会说 哎呀到河南之后 哎呀又又吃面条 又又吃这吃那 又说伙食没有广东好 其实我非常纳闷一句话 朋友们你帮我分析一下 难道人这一辈子只是为了一张嘴吗 咱没有一点真情赛吗 今天我真的要跟美家好好讲一下 他不回 那我真的要独自先回去 家里有很多事必须要办的 不办不行的 朋友们已经到这一步 你去哪了 赶紧把这倒过点成米 再买点菜回来 再买点早餐 你到底会不会 我觉得吧 要不再过一段时间 前两天你跟我讲 会咱会去吧 结果这两天又贬寡 你不感觉你听完我妈说的那些话 心里挺难受的吗 我都想了一夜 你看 咱走了就剩他一个人 要守着这三层楼 是不是挺固的 但是咱就算住上一年 咱喊就回去 回去之后 喊着一个人守着这层楼 你有道理了 但我不听你的 我还想留在这里 你既然那么离不开这个家 你为啥当初不进家 为啥原家 年纪小被你骗了 我现在是真后悔嫁给你 我真的要崩溃啊 我咋摊上这儿媳妇啊 哎呀 真的一点都不讲理现在 气死你后悔也晚了 哎呀 妈 你昨天跟你女儿说了啥呀 现在又不想回了 你不是呀 你不能不能这样 那以后大姐和小姐 咋娶媳妇啊 你有没有考虑我 你自己发家 这也是发家 但是那女儿嫁出去 我能常带吗 嫁个岁 这半年了 你一定要回去啊 那带半年该回去啊 我到冠年我再带他回来 不一样啊 咋不一样 这个醋好好好 游泳煮变鱼 我以后你哪个吃饭啊 所以我就说啊 让弟弟到时候学校拍视频 你俩合伙拍 有个伴 他以后再去个行为 你们三个 那多好 我用你落想好 要不这样好 朋友们来 行吗 让我把帐篇带河南酒吧 我养你 行不行 当我亲爸亲妈对的 行不行 行 你看这不是我不带 你说我还有啥招 你说个挑衅 你 你信吗 我信个鬼 我要信你啊 那母猪都会上诉 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爷爷难代 为啥给我起个名叫南南 可能他们早就预料到 我这一辈子很难 会为情所困 朋友们 我希望 你们帮我出出招 现在去年迷买早餐 要是逼饥 我直接弄个麻袋 把老婆孩子 给他装住背后 去回家 放前面 开始年迷啊 我看有朋友讲呀 跟丈母娘买一个那个电动的酸轮车啊 这个是买不了的 第一啊 就是那个电动三轮他没有进 就是丈母娘家没没钱那个坡都上不去 第二啊 他上年纪啊 他开着不放心 如果出电啥事 那兄弟姐妹不怕我给给那啥啊 对吧 没必要的朋友们好心办办坏事 再来给粉丝寄点这个大米 好像也是跟宝宝 整那个米糊吃了 3.85公斤 就这么一点这么重 明天做多留个点 好的 到家 以后要直播 视频我们就不拍啊 你在这边要听话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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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